基本上我每次上课一定也是会把那个影片录下来 所以你回去的话 一定要不忘 就是回去再把它听过 然后 OK 这个地方 因为我的频道不止一个 好像这个频道比较少一点点 订阅人就300300多个 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角度有三窟 所以有些时候你进来的话 点击进来 这个就是 这个比较多一点 这就一万多个 这个观看是不是也比较多一点点 里面的话还有其他的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 自己在里面去找一下 好那再来的话呢最后我们来看后面有房呆2跟房呆3 房呆2的话就是说如果他没输入资料的话 那你就不能拉往下 OK 所以如果没有输入资料的话 那在哪边房呆 其实理论上应该是房呆在这里吧 当他输入资料 他怎么判断他没有输入资料 所以这边的话if什么 if 等于空的话 then 然后andif OK然后他这边都要做什么 也许就是给他一个 的magic bus 警告他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 诶 城市我是房呆1 房呆2在这边 请务必输入资料 后面记得 要多加一个 asit sub 所谓的asit sub 什么呢 所谓的 这个 这一行一定要写 如果没写的话 他城市继续跑 也是稍微意思说 直接就跳到哪里呢 跳到这边的 不会往下 所以特别注意 我们来试一下 各位看 如果房呆 把它按下去 如果他什么事都没做 你之前如果按确定 他还会继续跑 然后城市又有bug 因为你没有东西 还要新增 的时候就卡住了 请务必输入资料 没事了 另外当然 你那个 就是说前面有讲过 Majibus 后面的话 有个逗点 逗点里面 你要什么东西 这边有很多 我习惯用VB Information 这什么呢 其实前面讲过 就是一个惊叹号 当然还有很多 后面 而且那个他没有图示 我蛮可惜的 最好图示看一看 对照一下就好了 现在是没有 所以 像可能感觉 会质感好一点点 不然只有字 感觉质感不太好 OK 所以房呆二搞定了 就两行 房呆三是什么呢 我看一下 房呆三 还有什么房呆 没有结果 意思 也是同学问 我本来大概两个 第三个就是同学说 老师可是 查不到东西 比如说什么 查那个什么呢 小咪 不要老咪好了 假设应该没有这个 所以你就输入 老咪的话 怎么样 老咪 应该 他还是会查 而且呢 他会查比较久 而且会给你一个老咪 但里面没东西啊 没东西干嘛 给我这东西 对 如果 你这系统 弄好 这样你老板 可能会 说你这 这对 就挑你毛病了 不行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的话 当然你就要想一下 房呆 那可是要怎么房呆 而且他在哪边房呆 城市写在哪里 所以通常是什么 他应该是查完之后 然后呢 那我们要去判断 就是如果 他里面 假设我今天是给他一个筛选 然后 这边的话是用 包含好了 包含里面 比如说老咪 那当然他会怎么样呢 他会 显示出来 一定是 这样东西 所以呢 你游标放这边 感受向下 1048576 OK 没有想了很多方法 发现这个 这个方法是一招 其他的话 你们再想想看 有没有更好的招 因为你不可能判断 那这边也没有 因为他 不知道到底是 你也可以判断什么 这个是不是 Range的 那个 A2501 可是这个数字可能会变动 你可能会新增 那又不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大家想想看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房呆 没有结果的话 那我可以把城市写在哪里呢 写在 当他筛选完之后 有没有 这个筛选是autofilter之后啊 然后呢 防呆 没有结果 如果他 Ctrl向下 是1048576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呢 显示查无结果 而且告诉他说那个 而且这个一定要做 筛选要怎么样 把它取消掉 因为他现在在筛选状态 你必须怎么样 把筛选取消 这个地方的话 必须要 多 这样子 要把它取消掉 不然的话呢 你下一次再查询 就会发生错误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要加 然后一样 以及sub 所以把这一个 记得 房呆3位置跟前面不一样 前面是放在x下面 这个是放哪里呢 放在这个筛选之后 有没有 这个下面 放这里 记得不要放错 你放上面的话呢 那就会发生错 试一下 是不是ok 比如说我今天的话 假设做完之后呢 那我希望 找找看有没有 老咪 没有 按确定 诶 查无 资料 对不对 因为现在 1048576 按确定他会产生老咪 不会 老咪不出现 这边 只有找到 我大概 大概有这三个啦 可能有四五六七 很多 自己可以再 把它补墙 如果你都可以补墙漏洞的话 那这个系统就无敌了 任何怎么查 其实就很方便了 所以这部分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当然除了查业务之外 其他栏位也可以查 也就是这样的方式的话 即便 你本来 资料量很大 那你以前 不方便查 那用这个方法 可以快速的产生一个查询系统 让本来不好查 资料的 这个 就变得越来越好查询 所以这部分提供 有个参考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先讲到 有关那个 单字查询的部分 那下一个礼拜的话 当然还有 可以有一些变化 可以去查 产业别 产品 客户名称 或者是 数量 产品的数量 然后 日期也可以查 其实这些都可以 那再来的话就是 我们还可以 把它做 变化 再来就是批次 批次 就是 变成批次查询 按个按钮 反正不管了 全部帮我查出来 列出来就好了 OK 最好当然你可以 还可以排序 比如哪个业务人员 他的你要根据什么 让他排名 也可不可以啊 照顺序排 老板最喜欢的 按下去 这样的话大数据 统计就很方便了 你就不会受限说 只能用枢纽分析 那枢纽分析就只能做出 那就是比如 就是什么 总计 数量 平均 最大最小 大概这 还有总共12项 什么 诸如此类的 什么标准差之类的 除了这些之外 就不行了 OK 但未来他有一些 PowerPivot 就是有一些 枢纽分析表的 进阶版 但是 这个 也许未来有机会再来讲 可是我觉得 弹性还是不如 用 VBA来的大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回去 再试试看 有关那个 查询的部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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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